由南投县政府文化局举办的布农族母语拼读比赛 在信义乡九美基督教长老教会举行 这场比赛虽然只有邀请九美旺乡新乡三个部落的少年儿童来参赛 但学生因为受到教育推广母语读经的影响 每位参赛者都有很好的实力 也看出部落在足语推广的显著成效 比赛尚未开始 参赛学童把握最后的时间 努力的熟练每个语句 陪同的家长也不得嫌 在旁继续指导 希望孩童待会上台会有好的成绩表现 我想这个活动就是这种比赛 应该是希望说每年都要持续 然后让我们部落的孩子 多过这种比赛的机制 让他学会怎么拼我们自己的模擬 然后让他能够对我们自己的更有生的一些了解 看到现场比赛学生的表现实在让人神受感动 因为向台者几乎可以透过足语党诵 而国小五年级的学生Bakhin随便翻第几页 他就可以看着拼音几单字 说出正确的俗语 就上教会就会听他们念就会来 那在家呢 在家有时候妈妈会教啊 那你觉得比较难的地方在哪里 学很会比较难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有时候会有太多单字啊 会不好念 要一个一个分开 那么在这里我也呼吁多多让我们的小朋友学习足语 也多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透过这样的一个所办的这个活动 让小朋友真的是认识找回自己的足语 本市比赛因为第一次举办 也受到足人的关心 并纷纷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 看到这样的活动 也带动孩童们肯学习自己的足语 先原始薪水 鼓励足人一起注重乌龙族的传承 那最主呢 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向下扎根 从这个小朋友从学童胜上 那我们让他们来恢复对于母语的这种拼读的能力 以及唤起大家各界对原住民母语的重视 透过我们这个工部门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比赛 那可以来进行交流跟互相观摩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整合的话 可以避免说原住民他们的语言分化越来越严重 这个活动呢 非常的好 让我们的母语能够提升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学习更多的母语的机会 第一次举办的聘读比赛成果看来是非常正面 至少这40位的参赛孩童 也学会用另一种方式提升自己的足语能力 而福化局也希望贵人朝全乡全县来办理 以协助振兴葛族的足语文化 贵人朝全乡全县来aver 立刻一汇